巴黎停电了 在奥运会期间 你就说环保不环保 松弛不松弛 City不City吧 观众老爷们呢 包括很多权贵人物哈 花上2700欧的最高价 抢到了萨纳河畔的座位 结果是拎着四个小时的大鱼 在大屏幕里看某些性别的演员表演接吻 为什么不说他们是男人还是女人呢 因为我也不敢假定他们的性别呀 完了第二天吧 想在酒店里面好好泡个澡休息一下 结果却停电了 只好黑灯瞎火的在浴缸里面找肥皂 不得不说 他们在省钱方面做的真不错 90亿欧的预算硬是闹出了天大的动静 但除了节俭是优点之外 其他很多恐怕对得算上是黑天鹅了呀 除了大面积停电之外 开幕式运动员入场的时候 把人家韩国的名字爆成朝鲜 结果被韩国网民追着骂街 还有赛纳河因为雨水污染 导致铁人三项被迫取消了赛前训练 更不用说用猎奇的方式表演名画最后的晚餐 结果得罪了基督信徒 还被马斯克怒喷末日降临 最后连奥委会都下架了开幕视频 油管上大部分的视频也都被删除了 我妈今天上午还在吐槽呢 说这次奥运会开幕式 怎么连个录播都没得看呢 我说你再去央视找找吧 其他地方肯定没有 短短两天 巴黎奥运把能得罪的几乎都得罪了个遍 甚至法国自己的居民 在看到演员不穿衣服 喷着蓝色彩绘唱歌的时候 都发出了绝望的呐喊 巴黎奥运开幕式的视频 就这么在一片巨大的争议声中下架了 它的尺度是巨大的 但是反弹同样也很激烈 各种观念交锋碰撞的火 正是开放的代价 咱们尊重他们表达的权利 但是我们保留喜悟的自由 想当年巴塞罗那奥运会 患有小儿麻痹的残疾运动员雷波洛 射出了携带圣火的剑 在没有任何高科技辅助的情况下 点燃了圣火 只可惜 那团火只留在了古老的视频里 与此同时 咱们北京奥运会的视频 又被全球的网友挖出来观摩了 还记得08年的时候 我们都为祖国能够举办奥运会而骄傲 现在全球都把北京奥运会 当作奥运会的骄傲 时过境迁 当我们从奥运会开幕的夜晚梦中做起 才发现列强竟是我们自己了 如果说巴黎奥运会有什么是需要我们反思的 或许就是真正的松弛感 来自于不懈努力 拥有的实力 拥有的实力 就说巴黎奥运会